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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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昨天看见莉莉了 对啊 昨天晚上的时候 哪儿啊 月亮和大酒店呀 当人挺多的 也没打招呼 就挥了一下手 你好 小姐 我麻烦问一下 那个广告协会是不是在这儿有个论坛啊 是 请有什么帮您的 你帮我查一下 曲莉莉住哪间房呗 行 稍等 对不起 用书的客房里面有这位客人 谢谢啊 不客气 谢谢 想吃什么 死便吧 我也不知道 吃点味 好 好啊 去莉莉 谁了 那我表哥 赵总要不你先去吧 我一会儿来找你 行 可是我打电话 好的 拜拜 你怎么在这儿 他谁啊 那是赵总 他们的产品 准备让我做代言 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下午刚回来 陆小曼去我那儿看病 他说昨天在这儿碰到你了 怎么可能啊 他肯定看错人了 他那个眼神老看错人 我不跟你说了 那个晚上赵总请客吃饭 我得坐陪呢 我得先走了 莉莉 你怎么了 你结婚吧 这都三年了 再这么拖着我 真的我一点安全感都没有 你真的 是我没安全感好吗 你因为结婚那么容易 你养得起这个家吗 我不是在努力吗 我说我升了职 所有的一切 一定会比以前好的 你升职升职 你升了多久了 那你升了再说 我现在是想清楚了 我只能靠我自己奋斗 谁也指望不上 喂 莉莉啊 我替你点了一道清蒸大王吧 你爱吃白吃啊 爱吃啊 嗯 那你快过来吧 那我马上过去了 好 一会儿见 嗯 我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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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莉莉 什么事啊 小波 这都几点了 你还回不回来 你告诉我你在哪 我去接你 我正忙着呢 我走不开 那你不回来了 我不知道呢 可能挺晚的 我不跟你说了 我正忙着啊 对不起 对不起 是你啊 张大师 是你 真不好意思 上次抱你一次 这次又抱你一次 没关系 没关系 谢谢你啊 谢谢你啊 怎么样 上次那个腿 有问题吗 早没事了 就是蹭破点瓶嘛 那还行 怎么 你是推销医疗器械的 嘘 小点声 要是让保安知道的话 他就该把我撵出去了 明白 明白 这样 你也拿一份了解一下呗 如果你要是觉得好的话 你可以帮我多宣扯一下 行 你还有事啊 是 我还有个会要去开 我得跟我过去了 好 等一下 今天算你运气好 我正好带了薄荷茶 对提升心脑特别管用 你待会儿冲一杯喝了 肯定开车的时候不会犯困了 这怎么好意思呢 这就不要 没关系 咱们俩也算有缘嘛 就当送有缘人的见面礼了 谢谢了 那我先去忙了 好 再见 这个 再见 再见 这 utilis肯定是不会太控制了吧 郑大夫还没有联系上吗 对啊 手术马上就要开始了 郑大夫电话还打通呢 那正好先找莊大夫了 也是好这样了 我先打開 进 张大夫 是这个样子的 张大夫手术马上就要开始了 可是张大夫怎么都联系不上 你打打手机了吗 打过了但是没有人接 我来试试 算了 来不及了 收拾我来坐吧 好 走吧 猜猜我是谁 谁也别开玩笑 给你一个提示 茶叶欧 谢美娜 恭喜你 答对了 坐坐坐 你怎么来了 我怎么就不能来啊 我说你这也挺没意思的 那天问你怎么感谢我 结果你就半天也不回我短信是吧 对不起 你看我这一忙就忘了 我本来是想给你回短信的 你看 都挺好了 那你喝了我的茶叶包感觉怎么样 感觉挺好 提神行脑 但是旧一包 有点太脸色了吧 咱们俩这么有默契啊 我早就想到了 送给你的茶叶 这我给你开玩笑的 够你喝几个月的了 我给你开玩笑的没了 这不好意思 拿着 你以为白呢 你要好好想想怎么感谢我 那你说吧 怎么感谢你 马上请我吃饭吧 行 咱们课室竞聘副主任的结果已经出来了 这次竞聘呢 是本着公开 公平 公正的原则进行的 对于结果 我希望你们不要看得太重 这是正式的任命通知 庄楚生大夫 任命为咱们科室的副主任 稍后会在医院公布 祝贺你 庄大夫 祝贺救责公平 谢谢你 谢谢 祝贺救责公平 谢谢你 小波呀 这次你虽然没有竞聘了副主任 但是你的能力 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你是名牌大学毕业 将来还是有很多机会 主任这点我明白 我知道我跟庄大夫之间的差距 我这个临床经验确实不太丰富 我会好好学习的 好 这就好 你们都是科室的骨干 今后还要加强合作 放心吧 好 您好 小姐 你帮我查一下 他们广告协会那个论坛 在这儿包了几间房 对不起 会议刚才已经结束了 他们都已经退房了 全部退了 对 您拨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请稍后再拨 和谢美娜在一起 我感到的是轻松和惬意 有时候我会忘记它是一个医疗器械的销售代理 而以前我对这种唯利师傅的销售从来都是不屑一顾的 可是现在我却和她在路边摊上吃小龙虾和啤酒 你尝尝尝尝特别好吃 你尝尝特别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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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确我非常享受和这个活泼开朗的女孩子在一起的时光 你不用戴 不用戴 我沒吃过 啊 你看我 脏了的话 这样不就行啦 来来来 我教你啊 看好啊 把这头 这么一拧 都不掉下来了吗 还漏吃肉来了 然后把这个捏 这么一捏 尝尝尝 好吃吗 好吃 就是一点辣 好 好了 行了 这么大味儿 喝酒了 刘主任请我们喝酒了 你们这刘主任 真够可以的 加完班还不让走 还得陪喝酒 你今儿好像挺高兴 今天手术很成功 刘主任一高兴 就请大家伙 多久喝酒了 行了 给你喝屋睡吧 洗手槽 好 好了 好嘞 庄大夫啊 我昨天看见郑大夫了 喝的是烂醉啊 就他也不搭理 在什么地方 在我们家楼下酒吧门口啊 庄大夫 你说这个郑大夫啊 三天两头不上班 一上班也是满脑子关子 没准失恋了吧 他那个女朋友 我可见过 一看就不是手楼的灯 做好自己的事情 不要引论别人 得 算我们多嘴 帅哥 来 醒醒醒 帅哥 帅哥 来喝一杯 帅哥 我的酒来了 我钱是太多了 不能再喝了 什么意思啊 我没钱是吧 别别 好了 好了 先补 小胖 我有钱 小胖 我朋友 帅哥 你别走 帅哥 小胖 帅哥 快走吧 走 啊 天 莉莉 跟别人跑了 我 乃是手 黄小胖 我乃是手啊 男人 男人为什么活这么累啊 为什么 女人 钱 我哥哥给我杀了 你 可 记住没人会登记你 我亲爱的兄弟 最靠根据勇气 才能活下去 小胖 小胖 你为了慢慢 去手缘 我们不能没有钱 我不能 我不能 我不能太孤单 我不想 我不想 是 作为朋友 我本来想去安慰郑小胖 可是不曾想 这竟然成了一个噩梦的开语 小胖 他在哪儿了 哎 我先帮 小胖 你干什么 小胖 小胖 别动 小胖 小胖 别乱动 小胖 你干什么地儿了 小胖 别动 小胖 小胖 你 哎 好 小胖 你 炼 一 启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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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大夫 来了 感觉怎么样 感觉挺好 好像没什么事 那就好 郑大夫情况怎么样 他好像挺严重的 胳膊骨折了 对了 郑大夫今天醒了之后 就一直在打电话 好像是打给他女朋友 不过一直没有打通 出声 出声 老婆 你什么情况 没事 撞坏了没 没没没撞坏了 都挺好的 坐 没事 你看这头给撞的 一点小伤 别小伤头疼吗 不疼 真不疼 真不疼 哪都不疼 你看 好好的 行了 咱就怕留内伤 嫂子您就放心吧 我们已经给庄大夫 全面检查过了 绝对不会有内伤的 放心了吧 你不能有事 你有事我怎么过呀 知道了 郑大夫 先走了 走了 拜拜 谢谢啊 看你这么多人呢 今儿什么情况 这电话里没跟我说清楚 吓死我了 也没什么情况 就是昨天晚上 不小心就给撞上了 你不开车挺问当的嘛 喝酒了没 我没喝酒 小波喝酒了 我昨天晚上送他回去 然后 然后我就出事了 我就说你也不至于 合着还是那郑小波给害的 话不能这么说嘛 那毕竟是我开的车 你能不能不老给别人说好话呀 我怎么给别人说好话呀 那车是我开的 当然是我负责了 那你给人把车撞了 怎么赔呀 自己赔了 凭什么呀 很显然这事应该是郑小波来出这钱呀 那点钱的事情 你计较什么呀 再说 咱不是上保险了吗 庄处生 这不是钱多钱少的事 我说 安静安静 医院 速进 你上哪儿啊 我开小波去 喝水吧 小波 感觉怎么样 我对不起你 都怪我喝太多酒了 这是说哪儿的话嘛 车是我开的 是我对不起你才是啊 来 我看看 我看你这胳膊得一阵子恢复呢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莉莉现在真的是变了 变得我一点都不认识了 她背着我在外面肯定有事了 那你有什么打算 这段时间我真的想过放弃 等我下不了这个决心 你知道啊 三年啊 三年的感情啊 不是说分就能分的 我理解 但是作为朋友呢 有些话呢 我早就应该跟你说了 我一直就觉得 莉莉 根本不适合你 你跟她 你跟她那么长时间 你应该了解她 她是一个那么物质的女孩子 你根本满足不了她的欲望 总有一天她会把你掏空她 你先想想 你现在有什么 你帅吗 你有钱吗 有事吗 有一个当官的爹妈吗 你都没有 那她从你身上得不到的 肯定要到外面去捞 反正 男子和大丈夫 先离业 后成家 先把科室这事情搞上去 科室全靠你了 那你在世界上有成了 什么女孩子找不到啊 对吧 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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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请问庄储生是在这个病房吗 庄大夫她不在这儿 你怎么找她有事啊 我是庄大夫的朋友 我家谢梅娜 我听说她出车祸了 过来看看她 她已经出院了 看来伤得还不是特重啊 我还替她担心呢 谢谢啊 我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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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接个电话 喂 你说什么呀 我听不见 赵总啊 我出去接个电话啊 来 我表哥来电话了 你这个表哥真讨厌 别说了 什么事啊 你说呀 你收到我短信了吗 我现在在医院出车祸了 啊 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呢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我就是特别想见你 哎呀 你都这样了 你好好休息呗 别瞎折腾了 你能不能来医院看看我 现在不行啊 我在谈正事呢 关键时刻 要么这样吧 我明天到医院去看你好吗 那你记着啊 我便忙在四零五 行 那你好好休息吧 请进 周大夫 谢谢小姐 你确实看谁来了 看你啊 看我 送你的 小意思 你这太客气了 坐坐坐 你怎么刚出院就出来上班啊 你天天都那么累 今天不正好有个机会 可以休息几天吗 没办法呀 可是人手紧张不来不行啊 你怎么知道我住院的事啊 因为我在监视你呗 我开玩笑的 看把你紧张的 伤怎么样啊 没事 一点小伤 你知道吗 当时我知道这事的时候 把我吓了一跳 我急急忙忙的跑到病房里去看你 不过还好 你已经出院了 真谢谢你对我的关心 还那么在意我 因为你走运呗 有我这么好的一个朋友 也是 今天呢 本小姐就送你两样法宝 什么法宝啊 你看 香薰 这可是印度原产的 特别管用 你每天啊 把它放在你的办公室里 还有车里 天天都闻着它 又清新又健脑 送你 看上去还不错 还有更好的呢 送给你 一个手链 这可不是一般的手链 这是我的护身符 我又好几次遇到危险 全都是靠它保佑 才化险为夷的 你有那么神奇吗 那当然了 我告诉你啊 你以后天天就带着它 肯定不会有什么麻烦的 不不不 亲子不多人所爱 再说你给我了 你怎么办 我不怕 你看 我有一个一模一样的 好了 你以后就带着它 肯定不可能有什么车祸 神奇的 护身符 等一下 喂 哦 好 我明白了 我会努力的 嗯 怎么了 我老板 他跟我说 我这个月再卖不出去一套 医疗器械的话 我就要被炒鱿鱼了 算了算了 我说这些不开心的事了 哎 小姐 你有没有带 你们产品的有关资料 让我看看 谢美娜的楚楚可怜 让我心动 可我却没有一丝的设防 此刻在谢美娜的眼里 也许 我就是一条将要上钩的鱼 我来想想办法吧 喂 你好 你好 我想问一下 705病房怎么走啊 705 哦 在那边 谢谢啊 没事 喂 喂 赵总啊 哦 行行 那我马上过去啊 啊 挂了 你好 你好 不好意思 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怎么了 怎么了 麻烦你帮我把这束花 送回清理补房的病人 他叫郑小波 郑小波 啊 哦 行 谢谢啊 没事儿 进 郑大夫 身体好点了没啊 刚才啊 刚才啊 有个美女啊 让我把这花给你 啊 谢谢啊 没事儿 那我去忙了啊 你自己注意身体啊 嗯 喂 喂小波 我送你的花 你收到了吗 啊 我刚收到 你什么时候过来啊 我临时有事过不去了 又和那个赵总在一起啊 我们是在谈工作 你好好养病啊 别胡思乱想 莉莉啊 我真的很想你啊 你以为我不愿意来看你啊 莉莉 我是真的很忙我走不开 莉莉 好了不说了啊 我也有空就去看你好吗 嗯 好了不跟你说了啊 我要去忙去了 挂了啊 拜拜 行恢复的不错 手术很成功 还有两周就可以拆湿膏了 啊 是吧 这 我这左胳膊他以后不会残肺吧 啊 不会的 恢复的挺不错的 那就是说我这 以后还能继续操到做手术了 啊 可以啊 不过 不过什么呀 你这跟我还夜夜藏藏呢 直说吧 啊 就是以后 操刀时间长的话 你的左臂啊 会发麻 这样可能影响手术操作 嗯 而且以后你提中物的时候 有可能发生第二次骨折的可能 啊 啊 什么时候有的这手链啊 谁送的 自己买的呗 前段时间不是出车祸吗 心里老不踏实 路过路边 看人家买这个就买了 听说能够驱鞋避凶了 多少钱 不贵啊 五块钱 五块钱东西你也信 回头我上黄大师那给你求一个护身符啊 人那是开悟光的 这有什么用 让了啊 上门去了 等会儿 拿走 带下去 我这就得了 你也没想到这一步就不得了 我去看你 你也没想到这个地方 我去看你 你也没想到这一步 你也没想到这个地方 你的左臂恢复得还不错 以后尽量少用它来提重我 谢谢啊 汪大夫 没事 不错 都是些棉检产品吧 我不替你想办法的 真的啊 太感谢你了 初生 庄大夫 你知道吗 两个多月了 我一样产品都没推销出去 你手链呢 怎么给摘了 这份刚做完手术嘛 手术台上当然不能带这个东西了 那 那你也不能放桌上 以后你动手术的时候呢 就放在衣服兜里 这样的话好运还能留一半呢 好 嗯 怎么了 不知道 头有点疼 可能是有点太累了吧 这就是不带我心里手料的后果吧 看你幸在乐后的样子 好了好了 以后你就带着就行了 我来给你按摩一下太阳穴吧 不用了 没关系 真的不用了 舒服吗 感觉好点没有啊 舒服多了 哎 我没想到你这按摩的手法还挺专业的 那当然了 本小姐什么不会啊 先生您好 您想选点什么 哦 我看一下这个钻戒 哦 这几款卖得最好了 您可以看一下 这个吧 这个怎么卖的 嗯 这个是一万九千八 就不能打个折啊 这么贵啊 那您可以选一下这两款 这一款是九千八的 这一款是五千磅的 这一款是五千磅的 你还是帮我把这个拿出来看一下 哎 好的 先生 这一款虽然是价格贵了一点 但是它绝对无有所值 它是原产难非的 是一颗极有纸的救水钻 就这个吧 你帮我划起来吧 哎 好的 好的 喂 喂 莉莉 我出院了 晚上咱们能一起吃个饭吧 哦 你 你现在家里啊 那你等我吧 您等我我马上回来 哦 来靠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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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发票吧您 哦不用了不用了 好 我愿意你不会再回来了呢 好 伤好了吗 没事儿 没事儿就好 你这是怎么还要再走啊 嗯 我还说晚上咱们俩一起吃饭呢 今天晚上不行了 今晚要订装 好多人在等我呢 这么长时间 这段时间都住哪儿呢 还能住哪儿啊 当然是住剧组了 哦对了 我的那条黑色的裙子找不到了 就那条礼服 我找了半天都找不着 急死我了 是不是这条啊 咒里巴唧的 怎么穿啊 我我我拿烫的我给你烫的 算了算了算了 来不及了 回头再说吧 我给你烫的 送给你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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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